外媒直擊海地現況 小學教室慘遍避難所 當地動亂不斷 現在傳出美國將宣布撤僑 海地首都太子港主要機場 目前因暴動關閉 美國撤僑計畫將選擇 第二大城海地角起飛 不過目前並未公開 確切地撤僑時間 美國駐海地大使館警告 海地角距離太子港200公里 路程相當危險 美國包機地點距離首都6小時 路上還得面臨黑幫包圍 有多少人能搭上專機 順利飛回美國 仍是未知數 面對暴動持續 當地計程車司機無奈 交通停擺 沒客人已經陷入嚴重經濟困難 海地現況依舊混亂 黑幫持續聚集在太子港 隨著美國傳出打算撤僑 其他國家動向也持續受到國際關注 三雙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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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